水公司鼓掌向基隆市长牛昌说明 供辽坝目前取水状况 由于供辽双溪地区主要供应 基隆中镇新一区用水 不过今年气候异常 7、8月降雨量比去年大减85%以上 造成中镇新一辽区出现供水困难 今年到7月份只有39公里 8月份到现在只有9公里而已 所以下的水非常少 基隆河也是一样 所以造成供辽资源到新竹地区 主要就是刚才市长提到的 新一区、中镇区这两个高地区 资源的水量就变少了 那我们有好几个做了好些努力跟措施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就多从北水处这边购水 可是北水处的水不能直接支援到基隆 它是直接支援到汐止这个地方 那汐止平常由新山水库出水的部分 那就可以少出水很多 改由这个北水处来支援 那另外我们也积极在接洽这个水利会 能够多移用一些灌溉的相关的这个水 那还有就是从新山脊椎场还有安乐 还有这个暖暖这边呢增加一些出水 从这个重法加压站这边呢 打到这个信义跟中镇高地区 希望能够再让这些高地区的用户 能够早一点可以有水 金融市长牛昌特别前往新北市的 供辽进水场视察供辽坝取水状况 牛昌表示在雨水公司多方协调下 中镇区大型社区水塔已经注满水 至于信义区部分高地社区 则要求自来水公司集中力量 在8月15号把水注上去 希望恢复供水 让家户至少可以储水备用 要针对我们金融市目前 还供水不足的这些区域 特别是刚刚提到的丽井江山 周边几个大型的社区 集中力气把资源放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无论如何要把水把它供上去 那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全台湾 并不像前一两年是全台湾都缺水 那个时候全台湾都缺水 只有基隆水库还有将近百分之百的一个储水量 那现在是这个因为东北角没有降雨 基隆部分地区缺水 不过其他的地区水情是稳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自来水公司比较有力量 可以从其他的县市来调配相关的一个资源 我们会跟自来水公司来做延商 那有必要的话 我想我们就会把这些包括游泳池 或者是其他吃药用水的部分把它停用 我想把水把它每一分每一滴都把它节约起来 来公益民生的一个用水 一步步水车直接开进丽井江山社区 社区居民赶紧提着水桶前来取水 另外从8月10号起这里就无水可用 居民直说快受不了了 都没水啊 都没水 完全没有水 那有这么麻烦啊 对啊 水桶那边去用那边下边那边 有进了 有进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有进了就好 谢谢市长 谢谢 先开水塔听到水声社区居民开心的鼓掌叫好 在金融市长林游昌强力要求下 在水公司动员多部水车载运数十顿水 直接引进丽井江山各洞社区的水塔里 再输送到各家户中 林游昌也特别到社区与信义区多位市议员 共同向社区居民报告这项好消息 也提醒居民除水备用 在过去几天停水的这些社区或者是区域 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水送进来 那所以我下午这个时间呢 特别过来缺水最严重的立井江山社区 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点 也就是我们社区的居区 那刚刚很高兴这个听到水声 那所以也已经注入这个水塔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等水塔注满 然后往上面打到这个楼顶的一个水塔之后 就可以开始供水 林游昌强调虽然气象单位预估 8月底会有一波封面带来降雨 渴望解除基隆缺水危机 不过还是呼吁所有市民结为用水 才能共渡难关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